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进入医疗设施时 依然需要强制佩戴口罩 那马来报章大都会日报则是报道 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一马公司舞弊案审讯 身为银行高级经理的控方证人证实 纳吉曾经在半年内开出了多张 总值840万领级的支票给18人 更供出收取支票的其中两人就是前部长 另外中国报另外一则头条 则是有关马六甲一对刚认18个月的小情侣 疑似殉情 两人乘坐的零路轿车停靠在郊区 再以帆布覆盖整个车子 两人一整晚都坐在车内 隔天早上才被发现疑似吸入过多的废气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那第15届全国大选可能随时举行 新州日报就报道 UCSI大学一项统计就显示 针对国人投票意愿的民调结果显示 参与调查的1010名国人当中 有72%的民众表示会在来届大选投票 30岁以下的年轻选民就有将近七成 30岁以上也有76%的民众会履行公民责任 UCSI大学综合研究系主任莫浩默 伊卡拉姆就指出 这份民调凸显 年轻选民已经成熟 而且意识到投票的重要性 证明年轻人开始思考政治 并且对国家政局和政府恢复心心 民调也显示 三成民众投票的依据 主要是选政党 21%民众则是以候选人的表现 来决定自己的选票 那另外我们看的就是台湾宣布 从下个星期一 也就是12号开始 恢复部分国家民众免签入境 那是首播豁免名单上 竟然不见我国的名字 那这也意味着从下个星期一开始 我国公民要前往宝岛 就必须申请签证 我们来看就是有关南洋 南洋商报的报导 就是有关台湾 我国民众的进入 台湾还是必须申请签证的 那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组长洪振斌就指出 台湾是按照新冠肺炎 整体的疫情考量 来决定第一波松绑的豁免国家 我国目前被列为暂缓 适用免签证对象 我国商人和学生要申请赴台签证 必须向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出示经商证明和入学证明 无论如何他强调 这并不代表我国已经被永久移除 免签名单 至于什么时候恢复豁免 暂时还无法得知 接着我们来关注全国的天气预测 我们来看的有关这个天气 我们来关注 因为最近也时常的在下雨 相信全国观众都也知道 我们的这个我国的天气 我们来看的就是霹雳局部地区 今天早上的预计会有雷雨 全而和马六甲几个地区也会下雨 沙巴斗湖 山达根和内陆地区 则是从早下雨 而且雨势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晚上 那来到中午 除了玻璃市 槟城 布城以及马六甲 半岛其他周数都会下雷雨 沙巴的雨势则会扩大到西海岸和古达 并且转为雷雨 另外 纳敏 沙拉越古晋 斯里阿曼 施屋和明都鲁同样下雨 并会持续到晚上 半岛的雨势到了晚上稍微放缓 只有吉兰丹 登加罗和彭亨局部下雨 沙巴内陆地区和西海岸以及纳敏 持续雷雨 全国最高温33度 最低温24度 那下雨地区的民众出门 记得带伞以及小心驾驶 那我们先休息片刻 广告回来一起来关注财经消息 继续留守八度早新闻